OK 那今天呢 我們在教進階內容之前 我先講一下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是研究 這個 三角形裡面的 直角三角形的關係 這個角是我們的主角 最長的邊叫做斜邊 與角相對的邊 叫做對邊 不是斜邊與角相鄰的邊 叫做零邊 在直角三角形裡面看 最早的三角函數在直角三角形裡面看 1-1是在討論直角三角形裡面的性質 1-2 這個角 可以大於熟識度 1-3 任意三角形的 三角函數 1-4 把三角函數拿來當作代數來運算 角度相加時函數會怎麼變化 1-5是綜合的應用 那我們這個暑假之後要上到第14碗 三角還是有112個公式 我是說真的 再從3-108個公式 那108公式 基本上來說 你知道這個 如果背送東西 反覆的機會比較少 所以記得 這個很大的新作業 好不好 好 假設三角形叫ABC A的對邊是小A B的對邊是小B C的對邊是小C 所謂的正弦函數 這個Sine Sine theta 我們稱為正弦函數 這個正弦函數呢 是斜邊分之對邊 就是C分之A 也就是斜邊分之對邊 可以嗎 再來 余弦函數 Cosine theta 叫做C分之B 斜邊分之0邊 這是定義嗎 再來 Tangent 叫做正切 正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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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切就是B分之A 0邊 分之對邊 這個我不會查 三角還數 討論三角形的比值關係 可以嗎 Sine 斜邊分之對邊 數計法就是畫一個S 斜一個S 可以嗎 先畫到再分母 或畫到再分子 Cosine 斜邊分之0邊 Tangent 0邊分之對邊 在ray角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Sine theta 在ray角的時候 有什麼特徵呢 Sine 介於0到 1之間 Sine 介於0到 1之間 那這個 Cosine 也會介於 0到 1之間 Tangent 隨意 因為Tangent 底分之高 底跟高的大小不一定 好 這個東西 是我們的基礎 三個函數 最基本定義 實際上有六個 但是我們在這個高二的時候只要三個 另外呢 這個 舉一些常用的例子 第一個 這個 直角三角十 這個直角三角十 譬如說三十度 六十度 九十度 九十度 的話 它的邊長比值叫一比 根號三比二 以這個角度 為我們的觀察者 以三十度為觀察者 知道 Sine的三十度 叫做二分之一 斜邊分之對邊 二分之一 Cosine的三十度 斜邊分之零邊 二分之根號三 那Tangent的三十度 就是根號三分之一 根號三分之一 這是這個三十六十的 三十度的一個三角形 以三十度為觀察者 那再看一次 六十度的三角形在這裡 六十度的三角形在這裡 那一比根號三 比二 如果是Sine的六十度 叫做這個 二分之根號三 寫一個S Sine Cosine 六十度 叫做二分之一 Tangent六十度 叫做根號三 你會發現 這個Tangent六十度比一大 Tangent三十度比一小 A嗎 這到底還OK嗎 這一些都是基本的定義 那我大概會講四段 這是第二段 第三個 45度 一比一比根號二 對於這個 對於這個三角形來說 這個Sine的45度 叫做根號二分之一 Cosine的45度 叫做根號二分之一 Tangent的45度 Tangent是什麼 一分之高 一分之高 Tangent 就是一分之一 等於一 你會發現 Tangent45度等於一 345度等於一 等於445度 可以嗎 那這個 比45度小 小度小於一 比45度大 這個比值大於一 這樣這還OK嗎 各位可以嗎 這就是講一下 好 實際上 這個 其實這個三角函數 應該屬家家的學 因為你們物理學 馬上就會用到 那這個物理學 會用到的東西 我先跟你們講一下 他怎麼用它 我們知道Sine 叫做 C分之A Cosine C分之B Tangent B分之A 假設一樣 有一個指教三角數 可以嗎 一個指教三角數 好 這個 斜邊叫C 千指邊是A 水平邊是B 這時候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 A 等於C乘上Sine T 斜邊 乘一個Sine 就可以乘了A 再來 斜邊乘一個口Sine B等於C 口Sine T 最後 AR 就等於B 乘上T B乘上T 可以嗎 Sine 口Sine Tangent 到底有沒有問題 OK 那這個東西在力學裡面怎麼使用呢 我這樣假設好了 來 假設這裡有一個斜面 可以嗎 這裡叫做Fita 你有一個球在這上面 可以嗎 這裡有一個重力加速度G G 那你要去把這個 這個球的這個加速度 去分解成千值 跟這個 平行於平面跟怎麼樣 垂直於平面 就要用三角函數的討論 可以嗎 可不可以 好 這裡是Fita 這裡是Fita 根據相似型 這裡是90度 好 那你就可以分解開來 為什麼 來 同學 斜邊乘以口Sine 會變0邊 可以嗎 斜邊乘以口Sine 會變0邊 所以這個 G 口Sine Fita 這個比值 口Sine 可以嗎 那如果平行這條邊怎麼做 斜邊乘以Sine 會變對邊 斜邊乘以Sine 會變對邊 這條就是G Sine 所以這個三角函數 會用的非常自然很常見 可以嗎 好 那最後要討論的 叫做三大關係史 那這三大關係是什麼呢 第一個 Sine 的 Fita 如果你要把整個函數值拿來平方 平方寫在這裡 為什麼 這個是因為以前 最早期寫在這裡 大家會誤解 以為你們把角度平方 所以為了觀察方便 這個平方寫在這裡 可以嗎 再加上 cos 平方 你會發現 1 可以嗎 那我小小的證明起來下面 根據B式定理 你看 Sine 得到C分之A C分之A Sine C分之A 的平方 加上C分之B 的平方 等於 C平方分之 A方加B方 那根據B式定理 B式定理 A方加B方 由這個B式定理 叫做C方 分之C方 就等於1 了 A方 所以第一個 Sine 加孔0.1 那同學 今天 如果這個 上一次課沒有上到 你們把這個整個比例 先抄完 讓自己這個熟悉一下 好不好 那第二個 這個 tangent theta 可以寫成 cos theta分之3 theta 這個 其實沒有很難的 你去Carsile看一下 cos分之3 cos cos是多少 C分之B Sine是C分之A 所以就證明一樣 我正在這裡 cos theta分之3 cos c分之B sine是C分之A 約掉以後 等於B分之A 好 那再來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空間也不夠 這我殺掉 這個 這個就是平方關係 這平方關係 你們之後 這個會看得出來 這個就是 商速關係 這就是平方關係 最後一個 是什麼東西 最後一個就是 這個 就是 與角關係 Sine的90度 減掉T 會等於 Posine的90度 相對的 Posine的90度 減掉T 會等於SineT 那這個原因 我把它寫在上面 其實這個 蠻好想的 在講這個之前 你看 你要怎麼樣 看這句話 這句話 就是 魚角關係 什麼叫魚角關係 九十減T 跟T 是個負餘 也就是說 加起來 是九十度的話 Sine 跟口Sine 可以互換 我再說一次 加起來 九十度是Sine 口Sine 可以互換 Sine的三十度 是二分之一 口Sine 六十度 是不是也是二分之一 有沒有 這兩個六十跟三十 負餘 口Sine的三十度 是二分之 三 Sine六十度 是不是二分之 三十跟六十 是不是有負餘 可以嗎 所以說 當這個角度 有負餘關係的時候 Sine 跟口Sine 可以交換 那為什麼的話 你看這兩個三角形 比較一下 這是指角三角形 這裡是θ 這裡就是90度-θ 可以嗎 好 假設最長的邊 就是C 千值的邊 是A 這個水平邊 是B A嗎 好 那你看 這個三角形 以θ為主角的話 sin θ 等於C分之A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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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把這三角已經躺下來 躺下來變成這樣子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90度-θ 跑到這裡 θ在這裡 你會發現 這個三角形 因為躺下來 斜邊還是斜邊 可是對邊跟零邊 是互換的 所以這時候 對於90度-θ來說 是cos 是cos 90度-θ 可以嗎 同樣的道理 cos θ c分之B 會等於sin 90度-θ 那我畫了這個短短的一下子 幫你們把這個 三角形出20分鐘 這個 1-1的重點先整理在這邊 等一下的話 你們要常常翻這一頁 去觀察一下 它的特徵是怎麼弄 如果不行的話 把它拍下來也行 等一下我們在解題的時候 你們就去查閱它 這個 在這個表裡面 應該可以解這個 比較進階的問題 就是這個表 那這個 我之後會把這個補課 放上去 這個 弄個色彈 對齁 之前有弄 在哪裡都忘記了 我會把它 放在色彈上面 我會找一下 因為你知道我後來都沒有用色 這個 這個 我這個 我這個FB用的比較沒有那麼的順 來 OK 好 這本假意真的是非常好 這個 到時候你們就會感受得到 這個 一個是他教起來很順 第二個是他 觀念講得很清楚 然後題目的難度的話 我們自己再補充就好 但是他講得很仔細 我覺得 學起來是很舒服 好 再等你們三分鐘 好 這個 這個 我們等一下就開始講 這個後面的問題 沒有人沒有拿到獎益了嗎 我跟你講 還沒有用到 所以 這本 我給你好 一本比較好的 這個壞掉那本 這個原作 拿去 好 對 有一本 這被你折到 好 好 沒關係 好 好 對 好 這個 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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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我的哲學是 大家可以玩就玩 但是高二拜託 我跟你講 我看過太多 我看過太多人 就是在高二 在高二分級 還有在高二 逗落的人 這個 你不要以為 現在就已經夠多了 這個人的墮落是沒有止盡 真的 這個高二 慢慢的這個暑假 就 慢慢的這個 把你自己的心 這個稍微收回 一下 我覺得高二要好好面對 高二好好面對 你高三要到哪個學校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除非你真的是那種 百年一見的天才 你知道什麼叫天才 我的同學 我有跟你們講過 我那時候在教大念書的時候 大四的那一年 我有一個同學 就是 他大一大二大成被當了一屁股 什麼叫一屁股 他這個三年的總平均 可以是60.7分 這個非常的困難 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這個大學有一個規定 就是你只要平均60以下 就是10大 懂嗎 不管你被當了幾顆或什麼 他三年的平均是 60.7分 他每一顆 他不只沒有被二一用 他每一顆就在那個邊緣這樣 很厲害 你知道嗎 很厲害 有的時候多錯一題都不行 你知道嗎 這就是超級厲害 然後他就是一路很廢 他是建中 他之前廢到 你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他那時候 有一個遊戲叫魔獸世界 剛出來 他為了魔獸世界買一個這麼大的螢幕 你知道嗎 對 然後買了超好的耳機音響 那一台電腦八萬塊 你知道嗎 然後整天打電動 打電動打到什麼地步 你知道 他可以一個禮拜沒有洗澡 看你 你開門下去 那個味道就跟 噓噓噓噓噓 你知道嗎 對啊 真的是超噁心的 你知道 真的很噁心 但是他有一天就 因為 因為我是一個 不太會評斷別人 對啊 我會想幹很臭 但我不因為他很臭 就覺得牌子還怎麼樣 然後他就有一天 突然就洗好澡 把這個 這個鬍子掛好 我要開始念書了 然後呢 他就 因為那時候 他必須跟我去考研究所 他說 他就抱研究所 他沒有車都叫我載他去看我 然後我就把他看了一家 然後他選擇就去念 然後呢 這個大勢上 他就是書卷獎 書卷就前三文 開始念書就是書卷獎 你知道嗎 很恐怖喔 開始念書就是書卷獎 對 那我跟他考是同一組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是考著 台大電機CS5 對 那他這個書卷獎 是97點多分的那種成績 一般的書卷大概是92、93 就已經很厲害了 對 然後他念97分 那我讀書我讀了鑰匙鑰匙 我從 我從這個 大二相對開始補習啊 然後看書 準備考試 我每天花了10小時讀書 他每天大概花6小時讀書 然後呢 最後呢 我是這個 CS5是很難考 我們大概18000人去考 那我是第13名進去 他就是第一名 正局第一名 對啊 真的超強 你知道嗎 他這個 他在高三的時候也是 他在高三的時候 一直打那個DOTA 還有打那個 打CS 在建宗南海路那邊 那個網咖 混了兩年半 然後呢 學生考一大五之後 決定跟他的朋友說 他要考直考 然後呢 他的朋友說 你繼續打 他說不行我要考直考 他半年就上了交大志工 那時候我們交大志工 大概是第四職員 或第五職員 對啊 然後其他人都上文化 然後呢 反正就是很強 好變態 對啊 真的 如果你真的有這種支持 那OK啦 我也就認了 但是 但是我覺得這個 早點讀書 不會讓自己後悔 好不好 就講到這邊 你知道我這個人 不是很喜歡講這種話 對 對 可是我看到你們在挑戰廢物的極限 我覺得很不錯 你要講一下 對 韓國一人的極限 不是我 不是啊 不是你啊 你很好 只是射籃太盲了 又有足球 又有木球 又有未達射 對不對 演演戲 不是啊 這個 基本上我不會去judge 但是我覺得就是 高人發生 尤其是物理化學 如果你真的念的離主 你都要認命 真的要公主臉書 文主的話 文主的話 我覺得是這樣 以後的話 文科會變 我是說真的 我們整個看這次的學測出來 尤其是社會科 我覺得這次學測會難到一個高峰 你知道嗎 人生的高峰 所以你們文主的 至少一次 要好好看社會科跟文科 還有 那一支東西 你最好不要抱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一支已經 這個 一年沒有洗 哈哈哈哈 難怪我可以 他睡覺學第三給我 哈哈哈哈 好 沒事吧 他其實有學生 那個 因為學生真的頭很多 你知道嗎 一個女生都有 然後他就去拿這個 去蹭他的頭 你知道嗎 你幹嘛 然後他蹭一身 他頭 我就覺得頭變得清爽一點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哇 哇 看 來 我以後不敢抱他了 三角函數還有一些小特徵 我用小提示數字來講 這個 如果你知道一個三角函數 其他三角函數也可以求出來 因為三角形有一個什麼式定理 比式定理 舉個例子 例如說 螢幕說 三角函數 叫做八分之一 代表斜邊是八 千指邊是幾 一 那水平邊呢 根據B式定理是不是可以算出來 畫圖畫圖畫圖 A嗎 好 那我們現在翻到第幾頁 後面進階範例 直接講 這個在第幾頁 不是太遠 不是太遠 是事業 是事業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 這θ為rate 那這個 1加tang 除以1-tang 就是3加2更好2 要問3加頭3多少 那一個策略 就是先把tang求出來 對不對 怎麼求tang 把分母先乘過去 所以 1加tang 等於3加上2更好2 再乘以1-tang 可以嗎 那這個展開來 1加上tang 會等於3-3tang 加2更好2 減掉2更好2 tang 可以嗎 那再來的動作 我們會想要把tang放一邊 數字放一邊 所以tang的步驟放過去 負3移過去變成4個tang 來 負了移過去 加上2更好2的tang 會等於1過來 叫做2加2更好2 把tang提出來 4加2更好2 等於2加2更好2 所以tang除掉 等於2加2更好2 除以4加2更好2 同學你稍微看 這個數字蠻有趣的 2更好2乘以2更好2 等於4 2乘以2更好2 上下差了更好2倍 所以算出來是幾 就是更好2分之1 可以嗎 楊玫瑰你這樣大家一直講 不會正常穿一個木球背 為什麼 我就沒打過 那你就搭啊看啊 終於打一打你就愛上木球了 對啊 木球少年 木球少年 你看 寫一個漫畫木球少年 對啊 好 來 那tang的根號2分之1 再來怎麼做 就很簡單 來 tang 來 根號2 1 由B是定理 2加1的3開根號 斜面叫根號3 可以嗎 那這時候就有了 來 所以sin theta 加上火山 theta 就等於 根號3分之1 加上根號3分之2 就這樣 可以嗎 他自己有了 好 哦 哦 我一直想要在祖宗創一個社團 因為 因為我覺得我自詢為一個這個 這個品格良好的祖宗人 蛤 品性低劣的祖宗人 好 我那時候我還要創社團 你知道 我還要創一個 就是搞笑舞蹈的時候 之類 就把舞蹈跳得很猥瑣 之類 對啊 可以 你不覺得看街舞啊 熱舞都要把自己弄很帥 而且我知道 我覺得熱舞很多時候看的都很尷尬 像最近不是 那個 新竹熱舞社 就是好像辦了一個 連合 辦了一個聯合的影片 我看到他們 臉都 感覺自己很帥 臉都 臉都 然後最有那個 我覺得你長大以後 看你自己假裝自己這麼帥 你應該就覺得自己 很像老闆 對啊 然後還假裝性感 然後你在咬山小雪 對啊 對啊 你明明才十幾歲 咬山小嘴唇 我就不知道 搞不懂 你在過山班講這個嗎 沒有 過山班有主動 我知道 顧小姐看你 要怎麼講 不敢講 我怎麼敢講 怕怕 搞山小 誰在幹 他 還沒超完 你還沒超完 很爛耶 等下 我要換我給你好不好 沒關係 FITA 跟號3 1 跟號2 你又把它算一下就好啦 非常生氣 所以算FITA 加口3FITA 跟號3分之1 加上跟號3分之2 好 看第二 像這個利刃 像這個利刃 他有給我們這個 如右足足足 叫C為直角 A C比B C是2比3 好他跟我們講 這個比直叫2比3 欸 我問你們一個小問題 這個 不管三角還 這不管三角還是大小 所以你三角形的大小 這對角會不會有關係 不會有關係 這個OK嗎 因為我們三角函数 他會有這個 相似的概念 所以邊長的筆直 不管三角形是大小 都會是固定 OK嗎 不會就聽得懂 不管三角形是大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右足腳以外支降 A C比B C是2比3 2比3 反比珠珠比菜 O 所以說啊,我可以直接假設嘛,假設一下比較漂亮 這裡叫做2,這裡當1,1,1 可以嗎? 那要問,口散BA珠,口散BA珠 以這個BA珠角為主角,要去算它的口散是多少 好,第一件事情是說啊 這個,你如果要去算口散BA珠的話 你這三角形這樣子看,去觀察斜邊對邊零邊,是不是不太方便 所以我會稍微幫你們做一點點變化 有的時候為了整理方便,我會希望你們可以習慣去重新畫 像這樣重新畫,可以嗎? 重新畫圖以後,來 2,1,1,1 第二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說 你如果要求三角函數 你要求三角函數,在現在是不是要先有直角三角形 對不對?那你怎麼做直角三角形 針對BA珠的這個A角 怎麼做直角三角形? 是不是可以往外 這樣 做出一個直角三角形 你只要知道這個直角三角形之間的編長關係 是不是就可以把整個三角形的編長都求出來 可以嗎?可以喔 可以喔,好 我先把一些條件求一求 來 2,2,這個A珠叫做2跟號2 A,B的長是多少 2跟3,跟號是3 那這個時候 那這個時候 假設這個裡面的K比較方便使用 你是不是只要知道K珠的長 只要知道K珠的長 我們 AK跟AB 去用口散 就知道它的口散值是多少 那請問你喔,這個珠K的長怎麼算 這條珠K的長怎麼算 你看到這裡是直角 這兩個是對領角 所以利用相似型的概念 用相似型的概念 那怎麼用呢 1比1比 跟號2 那這裡是45度 對不對 那既然這裡也是45度 1比 1比 跟號2 這個珠K的長 由三角函數的比值 或者是所有相似型的關係 可以比算跟號2分之1 我把它寫成40好了 雖然我們是用看 但是 看你們這個不會算喔 B珠 比上珠K 等於多少呢 1比上珠K 等於 根號2 比上 這個 這個解釋 C 等於 2 根號2 比上2 可以嗎 根據相似型的概念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算豬k是多少 豬k就是根號二分級 差二分級 可以嗎 是OK喔 那既然這樣 所以 cos 角 ba 豬 就可以算 斜邊是根號十三 零邊 先以這個角為觀察角的零邊 就是AK 叫做二根號二 加上根號二分級 由定義 斜邊分之零邊 是這個人講齁 那你的上下再稍微乘一下 根號二去掛錢就好了 看到了嗎 這個直角三角就變成這個樣子 可以嗎 這整個直角三角也吃不出來 對不對 你把直角三角做出來 就可以去找了 對不對 你這個角為主角 ba 豬為主角 這整個東西 喔 然後這個禮拜二 下禮拜二我開始教項量 我這個三角跟項量會一起教 那我跟你們講 三角三項量會相輔相成 你們不用擔心會學的不順暢喔 你們三角基本上來說 這一本把它補課寫一寫 然後你們禮拜二的項量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另外的是這一本書的練習跟前面的立體 比他的相關性很強 所以你們參考一下 應該就會熟悉一些重要的動作 這樣OK嗎 這個OK齁 第三題 你們可以先看 第三題有一點難 那這一題最主要就是把這個三角形畫出來 編長提出來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答案 OK嗎 OK喔 OK 有一個圓的半徑尾二 有一個圓的半徑尾二 那這個 一個 一個 外籤正恩編型的編長是多少 還有內接正恩編型的編長是多少 還有內接正恩編型的編長是多少 這題我會 我會希望你們跟我配合討論 這個題目我會講一半 然後你們做一半 來 首先我先讓你們觀察 這邊要超 這邊要超 這邊有一個圓 可以嗎 那我做一個外切的正恩編型 大概做一個 好不好 這個不是很準 這個圖不是很準 假設這是一個外切的正恩編型 外切 可以嗎 外切的正恩編型 那你這個編長要用這個R 跟三角含數表示 那首先請問你一個圓極度 一個圓極度 360度 對不對 你在討論這個角度跟邊長 你會怎麼做 你會把它連出這個形狀來 可以嗎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好 這一條相切這裡叫做R 如果這裡叫做Phi 可以嗎 那我們這一條長度 是不是就可以用我們的邊長比值來算出來 可以嗎 假設這條Y R分之Y等於Tangent 底分之高是Tangent 來看一下 底分之高 底分之高是Tangent R分之Y等於Tangent5 所以這個Y等於R乘上Tangent5 這個結果 這個Y值 這個Y值 就是R乘上Tangent5 這個結果 可以嗎 那你再放大幾倍 放大兩倍 2Y等於2R Tangent5 可以嗎 那這個所有的周長 都有了嗎 周長 就是乘以5的邊 這5 乘以2R 邊緣範 以5邊形來講 是不是這樣分析 可以嗎 那我們可以把5邊形 推廣成N邊形 來觀察 N邊形我通常都不會畫清楚 我就只會畫其中一段 假設 這是N邊形分析裡面的 其中一個三角形 這三角形有夠稠 我會這樣 你會幫我比較好 如果是正N邊形的話 請問你 有N片Pizza 整個圓是360度 那一片Pizza 是把圓360度切成N分 大的角叫做N分之360 那再切一半呢 N分之360的一半 就是N分之180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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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R分之Y 這時候是Tangent Tangent5 那這個角度 就是N分之180度 所以啊 Y就叫做R 乘以Tangent的N分之180度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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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既然如此 我們的一個邊長是幾個Y 2Y 2Y就等於2R乘以Tangent的N分之180度 那這時候我們的周長是多少 周長是多少 N倍 因為它有N分之邊 周長就等於N邊 再乘以2R Tangent N分之180度 Tangent是底跟高的頂值 你要湊出直角三角形才有辦法去計算 你要湊出這個直角三角形以後 才可以去放大計算 可以嗎 可以嗎 再想一次這個圖是怎麼來的 那這個做法都跟他五倍一起很像 有問題的話 那現在馬上 等一下我要你們求這個Sine 畫下 那另外我會有20的 對 大便 不尊便 可以嗎 不是 在哪 左 右 右 左 右 我先提示你們 等一下你們要做 做完我請這個原則幫你們講解 如果是內階 剛剛是外階嘛 內階跟外階 差在哪邊 差在這個邊廠怎麼樣去取 腳是一樣的 我用綠色的底代表這個牽直的歪 看好喔 斜邊這時候是R 可以嗎 這個是我們的腳 你這個歪是怎麼取的 注意這裡是直腳三角色 那你會發現R分之Y等於sin5 本來是tangent 現在改成什麼就好 本來是tangent 現在改成什麼 sin就好 所以Y等於Rsin5 5 那就2Y就等於2Rsin5 那最後周長 就是乘以NB N乘上2Y 就自己算 算完這個tangent 自己算這個sine 自己算sine 那這個緣衝等一下幫我把這個講一下 等一下幫我把這個講一下 就他們寫完再幫你們再上一次 所以你說這個 我覺得講的算是講的 對 可以嗎 欸 那個化學呢 對 我們那個化學就是 禮拜天下午1點半到4點半 然後 離組的就是蠻建議來上一下的 對 對 那個 然後我們就是 有那個 因為我們今天下午就是有錄那影片 然後如果下午沒有來上的話 我可以把影片給你們 欸 那我可以先看看 我可以先看看 好 要不要你就是 我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 把他們全部拉成一個設 那你不要把他全部拉成一個設成 好 好 你可以幫我拿 嗯 你可以幫我拿 嗯 你可以幫我拿 你可以幫我拿 嗯 你就先來拿一拿 好不好 射的話給我化學 你有沒有射 有 剛剛要化學 放一個 蠻圈 影片 你剛好也去超個蠻圈 這樣就去 好了 對 好 好 也幫我加進去 因為我那個 我那個射牌號都沒有用 我就接用你的射牌 對對對 包惡喔 對對對 好 好 可是我 還沒說 都可以 反正因為我的射牌號都沒有 欸 喔我知道我幫你 我加你的 對啊 那我已經有加了什麼 這樣就這樣 好 你說那你來 你不知道那這樣是我 欸 好 我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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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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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這樣 對 就這樣 OK 這要寫度 同學 這度要寫喔 不要 一定要寫度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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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會錯 我們會 我們會 teach you the reason why you have to write the do 一定要寫喔 這 就是度數量之類的關係 這也是 有 欸 有欸 欸 章魚你就有在 你就在這裡面 蛤 本來就在射牌裡面 你幫我夾一下 這是遙遠的射牌 對啊 我一定有 OK 這樣我在哪邊 就這樣去 好 OK OK 那我們繼續囉 你幫我 你幫他講一講 然後快速講一講 然後 第四題 看你有沒有 好 然後再講第四題 然後你都寫出來 寫出來 那你就講一講第四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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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個事 好 哈哈 不見 剛剛看 那又被圖寫出來 有 好 有 我們之前 要 不要講話 不要講話 看是主線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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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跟他有做啦 那我趁他們在聊的時候 我都沒有做 好啦 都講啦 欸 要算這個嗎 嗯 對啦 欸 妳 妳怎麼借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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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上天看 沒有 沒 沒 沒 啊 好 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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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打 這個 妳不要 沒 沒 沒 欸 其實很簡單 我今天算嘛 我們要算這一條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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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先利用這個三十字架 再加五十九 對不對 我們先搞清楚發音什麼 發音360度一定是 去除於N 對不對 可是我們只有一半 所以要乘一個二分級 對吧 跟剛剛的算法相處是一樣的 對不對 它是不是切成了N等分 可是我們只有一半的角度 所以最後乘了二分級 可以吧 所以妳知道R5就是二分之180度 很簡單 180 180 那再來 妳要算一半的 一半的邊長 最後乘以二 可以吧 很簡單吧 所以說R乘上Sine5就是答案 可以嗎 R乘以Sine5 是不是得到一半的邊長 可是妳要兩倍 所以最後乘以二 所以這就是邊長 很簡單吧 很簡單 很簡單 那我不知道怎麼講 可以嗎 再來寫了嗎 RSine5是什麼 RSine5就是R 這張Sine5就變出了 二分之一倍的S 可以嗎 那妳要求邊長 是不是兩倍的S 所以最後乘以二 那Sine5 你把它稍微寫一下 變成2R 在現在 Sine的N的180度 寫完了 那週常咧 就再乘一個N 可以嗎 就這麼簡單 OK 太簡單了 如果這個還不太行 我等一下再特別算去給妳看 好不好 這邊要拿 我已經算了 看到 看到 好 現在我們兩半四 兩半四 大家撐住 快講完了 這兩半四 之前先小心 因為我們之前是在1-1 欸等一下 我看一下 欸 好像還沒 還沒講 我們1-1的那個三角函數 還沒講 我還沒講 不過稍微知道一下 如果Seta是一個ray角 介於0-90度的話 它的Sine值 介於0-1之間 對不對 可以嗎 Cosine的值 也是介於0-1之間 可以嗎 你要知道 這個三角函數是有個範圍的 可以嗎 我剛剛開始就是比較有寫 Sine Cosine 就介於0-1之間 接下來 我們要算這個 那這個要怎麼算 你有三個 三數關係可以去找 你可以用 三數 你可以 你可以用什麼 Tenget Seta cos Sine 或是五平方關係 我再抄一次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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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用這三個算 可是你會發現 如果今天卡在有兩個位置 沒辦法抽 你一定會想辦法把其中一個Sine拿掉 哪一個可以幫助你 絕對不是它 因為它多出一個Tenget 怎麼可能 越來越多越來越奇怪 那也應該不是它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的角度是明明前兩個不一樣 可是這裡的角度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只能用平方關係去做化減 可以嗎 這思路其實還蠻簡單的 那怎麼化減 很簡單 我把其中一個減過去 我簡直給你看 那Cosine減過去 就變成 2Sine Seta 所以2減 cosSeta 怎麼會利用平方關係 還是把它左右平方嗎 對不對 可以嗎 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變成4Sine 我現在右上角 等於 2減cosSeta 我這個慢慢平 我自己到這邊 4Sine 4減 4倍的cosSeta 然後 加上 這個 看 我應該把它減散過去 就好 算是一次次不想換 就是這樣 cos平 可以嗎 那接下來是把sine 換成1減cos平 就好了 可以嗎 這個換得很 很一樣 我應該要換3 不要後悔 我 對 我還是做出來 還是做出來 這可以吧 因為sine 加cos平 1 對不對 所以我把它寫成這樣 把sine平的地方 寫成1 減掉 cos 等於4 減掉 4cos cos 這個要整理一下 4 4 所以其實這個已經砍掉了 看了看 再來 減掉4倍的cos平 移過去 所以我們重新整理一下 是不是變成 5倍的cos平 減掉4倍的cos平 減掉4倍的cos平 減掉4倍的cos 可以嗎 這個很簡單 你就把cos 想成是一個變數 想成是t的感覺 大概是長怎樣 我寫個例子 這種感覺就很像 5倍的t平 減掉4t等於0 把t提出來 變成5t減4等於0 所以t等於0 或5分之4 只是這裡的t是多少 cos 這裡的t是cos 是不是就這種感覺 所以我就直接提了 寫作cos cos 5cos c 減4等於0 所以cos 等於0 或者是 5分之4 其實在這邊你要小心點 範圍0或5分之4 他說它是一個銳角 所以它應該是有角度的 它不會是0 可以嗎 也不會是銳角的方法 對對對 所以它不會是0 0是不合的 因為銳角有角度 這個會等於點邊的時候 可以嗎 0是不合的 好 千辛萬苦 我們終於算出了cos 那三角的函數很特別的話 只要知道其中一個函數 你可以知道所有的函數 為什麼 因為畫格之角三角形 就可以解出來了 cos θ 如果這是θ的話 這裡五等分 這個 這裡是四等分 好錯 四等分 這是cos 沒有紅色了 cos 就是這樣 那sine就很好算了 5是3 所以你如果已經要求sine的話 就是5分之3 這樣我們就出來了 可以嗎 好 好 這樣我們就做了 這台就做了 好 好 好 就這樣 因為我們給我看 還要剪 這題就還好 來 句五題比較麻煩 句五題比較麻煩 這題就是 直接去算代數而已 六五角我們再休息好了 就因為六五這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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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cle 這個解方程式 就把前面先插掉 好 這個 第五個 如右圖 這個頂角是36度 那等腰三角形的腰長為1 腰長是1 第一個要問底邊是多少 第二個是sine18度是多少 這18度是不是36度的一半 也就是說 我們要想辦法的把這個角切一半 那這個三角形正好是等腰三角形 這三角形有一個很想像的名字 我就直接再重畫一次 36度在這裡 它叫做黃金分割三角形 為什麼 這36度這裡是幾度 72度 這裡是72度 可以嗎 如果你做一條腳皮分線 從這裡引一條腳皮分線過 切一半這裡是36度 3672這裡也是72度 這兩個三角形會什麼相似 什麼事 另外的是這裡是36度 你會發現這個三角形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那這裡假設如果叫做x 因為我們要去算這個邊長比例 這個底邊x多少 那這裡是x這裡也就是x 通常這裡就是x 這一條一 就是1-x 那你是不是有發現一個大三角形跟小三角形的比例關係 利用相似的概念 大邊比小邊1比上x 就會等於x比上1-x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關係 把x算出來 交叉相乘 所以x 所以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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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 x.x 加減根號并不用減4S5 取正 因為 邊長沒有負能 所以 S就等於 2分之 根號5 減1 那38度是多少呢 這個38度的話 我故意的把3.0再畫一次 我們這個叫做36度 斜邊是1 這牽詞的邊叫做 2分之 根號5減1 對不對 18度很簡單 你是不是要把它怎麼樣 轉一半就好 轉一半就行了 所以這裡 叫做2分之X S是2分之根號5減1 那這裡一半就叫18度 所以啊 Sine的18度 就等於1分之2分之X 算出來就叫做4分之根號5減1 好同學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來講這個 廣義的講 你們這個練習 第三者函數也很足夠 等一下來講 廣義的講 就這樣 就這樣 是的 含著 你說 谢谢观看 这个韩族关系 然后就是跟三角形有关 所以叫三角形 但是我不知道 就会啊 我会 然后我会 哼哼哼 哼哼 我感觉 我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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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们就是 假的这个是 假的这个是八眼的 这个 那这个角度 是吧 我讲到 它是N的 变成一个 对的 加到这个 变成一个 就是在 其中一分的 就是这个三百六十处 就是它的角度 所以整个 就是它的 所以 所以 5好像是等于 所以它是 所以 所以变成 2分之 180度 对 为什么 我们要求败 因为求败的话 也会 只要是 费 不自由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的变长 是不是 只想可以先 学乎二分之 一倍 对不对 对不对 可以吗 这个是九 半定词啊 这是什么 这个 就是三 R乘以 之 你的 5 就是 等于 二分之 一倍 原子 那应该这样 就是变长的 变成一个 六分之一 对 那应该什么 跟这一倍 从这一看 就是二 啊 三 大概 但是要小心 你要怎样 把这个角度 这样 带进来 可以吗 就是二 啊 三 你的 二分之 一分之 这个就是它的变成 对吗 那有了变长 像这一场 变成了 一条变长 一条变长 这个 那一条变长 十二 三 这 像这一样 要 由他 还是 不是 是 就 这个 就是 一下 变成 我出財是來自這一個 我出財可以說 我出財是來自這一個 其實是這樣 可是一再是多少就是 對這一個是來自三 又是來自一 那我出財是來自六 就是一個是測量的 是一個是一個 然後我們出財 虛擬人物 這應該是來自我 再是來自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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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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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